我是媒体人 坚守梦想 不忘初心 我也是企业家 十年上海 窥斑见报 我是经济学者 研究趋势 洞悉未来 我也是时评人 剖析现实 绝不妥协 跨越太平洋 视角或许不同 我是秦伟平 我在美国华盛顿 为你评论 大家好 欢迎收看评论 我是秦伟平 本期我们讲一下 国内现在洪涝灾害问题 重点我想讲一下湖北武汉 武汉为何暴雨成灾 最近大概半个多月来吧 整个中国有十几个省 是遭遇一个暴雨 持续的暴雨的袭击 很多暴雨的记录 应该是超过历来的一个 怎么说呢 测量的数据 特别是像 最早开始 应该是在江苏 江苏沿着的一个 龙卷风暴的袭击 以那个为开始 然后现在包括江苏湖北 湖南 然后安徽江西 甚至广西这样子 包括云南都有这样的一个报导 十几个省市自治区 大概三千多万 老百姓在树灾这样一个状况 那特别是 因为我是湖北人 我老家是湖北黄岗 那我在湖北武汉 有生活的 有几年的时间 然后包括我甚至我的户籍 现在还在湖北的武汉 我很多亲戚朋友在武汉 所以我对武汉也特别关注 那这些天的天气 也确实是非常非常 让我们担心 那大家知道像武汉的话 几乎每年的夏天 下雨的话 下暴雨 非常容易造成一个 我们叫城市的内涝 用网友的话来说 基本上叫 欢迎到武汉去看海 那知道在春天的时候 基本上说去武汉看樱花的比较多 那现在夏天去武汉看海 也是一个调侃的变成 我们在想 像今年的暴雨 已经是如此的肆虑 然后造成这么多人的 一个生命财产的安全的损失 包括我们知道 在今年应该已经超过 上千亿人民币 这样的一个损失了 我们都说有时候会在讲 比如说前段时间 像黎阳 莫名其妙在北京 然后被非正常死亡 我们现在可能通过 他的那个事件报告知道 那是因为 怎么说呢 当地的派出所民警 然后用暴力所致 他肯定是说通俗一点 是被打死的 是被这些民警 是不是用暴力的手段打死的 当然不是说直接打死 是因为打了之后 然后让那个胃里的食物吐出来 然后引起窒息这样一个死亡 那直接的元凶我们还是觉得是 对不对 公众的眼睛都是血量的 那还是民警这样子导致他们的死亡 那在中国 大家知道在武汉前几天 有八个上班的员工 然后走在路上 那走在路上 边上一个三米高的围墙 突然倒了 然后不幸的死亡了 我在想 那黎阳我们知道 他的杀死黎阳的凶手是 如果说是那个派出所的民警的话 那现在这八个人 莫名其妙的走在路上 然后被围墙压死了 那杀死这八个人的 八个公众的这种凶手是谁呢 我们有时候要不要问呢 那可能很多人说 那真倒霉啊 就是我们中国人通常说 这几个人都非常倒霉 但是光倒霉这几样就 就能怎么说 来解释的吗 或者是解决这些问题吗 那武汉的事情 内闹的事情 不是一天两天的 那武汉大家都知道 武汉的外号叫江城 这个江城的称号 可能都有一两千年了 甚至对不对 在李白的 李白唐朝的时候都已经江城了 那是长江汉江穿城而过 将武汉一分为三 是不是 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城市 武汉呢 它的水自然也是非常发达的 应该还有一个外号叫百湖之城 据统计的 应该是武汉最早是有 166个这样一个 一个湖的湖泊的一个城市 大家都知道像杭州来说 都就知道 有个西湖是很漂亮 然后去过杭州的人都会觉得 西湖很美 西湖成为杭州的一个名片 那可能还有在武汉的人 或者说湖北的人都知道 武汉有个湖叫东湖 东湖也很美 也很大 甚至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东湖的面积其实是西湖的 有六个大这样子 那像武汉 像东湖这样的湖其实有很多 之前有166个湖 但是大家注意好 最近50年 最近50年来 整个武汉 差不多有100个湖去统计 已经消失了 在整个在武汉的版图上消失了 已经找不到任何中绩了 像比如说像 叫阳岔湖 这样还有个地名 走到那里已经看不到 任何湖水的痕迹了 所以说整个 整个来说武汉 它每一次发生城市利涝 然后这一次犹误严重 它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们在讲今天 一起来分享一下 作为公众 普通的公众 或者说我作为武汉市民 我们来讲 为什么武汉 每次暴雨会沉灾 这个理由在哪里 我们很多人会经常说到 就是说 这次暴雨 它已经不是说 一个城市 一个区域的问题 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那从气象学专家来说 比如说 鄂尔尼诺现象 包括其他的整个 我们近200年来 整个人类的 一个快速的发展 经济活动的发展 整个科技的发展 在整个地球的生态平衡 造成很大破坏 整个大家知道 整个全球气候变暖 这是一个趋势 那像北极的冰川都在融化 那我们在担心 可能100年后 是不是就好像我们之前 我记得是在 大概十几年 有部电影叫 未来水世界 未来人类是不是 很多城市都会消失 都被水淹掉呢 那不是没有可能啊 那如果说我们人类 不对自己的行为 加以约束的话 不注意保护 这种生态平衡的话 那当然 它跟我们 比如说武汉 这是暴雨成灾 有没有直接关系 会有一定的联系的 我们可能每个 作为每个人来说 只能去 注意更环保的生活方式 尽量去更加维护 这种生态的平衡 但是呢 这种全球的大的气候 大的局势呢 我可能作为每个公众呢 很难一下子去改变 但作为一个城市的居民来说 或者是 像作为 比如说 作为一个市长 或者一个市委书记 你一个城市的管理者来说 你是有办法去 让你的城市管理 更好 更有条理 对不对 更科学 更有保障 为什么呢 那现在下暴雨的 不光是在美国 那现在我们气象学上 都有很多记录啊 对不对 每年比如说每个城市的 那个下雨量 每个季节 甚至到每个月份 下多少好美 都有记录 如果说大家 通过Google 或者说国内 通过百度的 我相信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 你搜索任何一个城市 包括国内的城市 包括 比如说海外的城市 包括美国 亚洲啊 甚至欧洲 任何一个城市 都有这种数据 每个城市的气候 每个最高气温多少 最低气温多少 降雨量多少 每个月份的最高降雨量 历史最高纪度多少 都有 都有这些数据的 我们如果说看这些数据 大家发现 我们武汉并没有特别之处 或者说南京也好 并没有说觉得 你就是一个雨城 你每年的下雨量 是明显要超过很多很多 这种其他的一个城市的 并非如此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城市 大家 大家老百姓 我们公众也会知道 你这个城市下水道 建设是实在不行的嘛 大家知道 我们湖北 作为武汉 作为整个 华中地区的一个特大城市 人口已经超过一千万 然后城市面积 也是非常非常之大 就像 因为武汉是一个江汉平原 整个像 摊大饼一样去建设这个城市 城市面积变得非常非常之大 除了我们平常感觉到 交通状况是非常糟糕之外 当然现在有轨道交通 让大家生活出行 会更方便一些 但是整个来说 因为城市无限的变大 然后城市功能 那个设计可能有时候不是很合理 导致整个交通问题 那现在比交通问题更严重的 就是这种城市内闹问题 我不知道像这个八个武汉市民 然后走在街上突然被倒掉一堵墙 压死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美国 我不知道奥巴马 会不会因此而下台 我觉得非常有这个可能 至少会受到非常非常强烈的批评 然后他的政治生育 应该会破产 因为为什么包括他所在的城市 这个市场以后永远也不想要重振的 但在中国每年夏天这样的事情 包括我们知道前几年 在北京也出现这种事情 在开车 然后被水淹了 然后死在车里的 这种事情发生在 怎么说呢 21世纪的中国 然后又是一个高度发达的一个城市的话 是非常非常令人难以想象的 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突然来的 这龙点风 然后大家准备不足 或者说很大的一个地震的灾害 你刚好是在镇中 然后你的生命安全没有保障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能在情绪上 还能理解 觉得是一个意外事件 但是像走在街上突然 走在路上那个三米高的墙倒掉 然后被压死 这种事情已经不能用意外 简单的用意外来去表达或者表述了 这是背后非常非常有 至少是有责任方 那谁是杀害这些 让这些八个人无辜死亡的凶属呢 你去怪这种气候吗 当然这种气候变化是一个 是一个元凶之一 但已经它不是 每个城市 或者说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状况了 除了刚才说的 整个全球气候变暖 这种冰圈融化 让整个加入到整个天地循环的这种 这种水分会更多之外 那另外我们再讲 就武汉来说 那下水道是怎么状况 那有没有相关的那些官员出来解释 每年我们知道 其实每年公共资金 比如说这种专门去修这种水利的 然后专门去修下水道建设的 排道系统啊 花的资金也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然后每次 每次来说 做媒体报道或者官员 他的政绩来说 都是在吹嘘 觉得又做了多少多少次 但是基本上每一次下雨 每年夏天都要被打脸 这些政府官员都要被打脸 但打脸之后事情就过了吗 我们事情依然没有解决啊 我们知道武汉的现在在造一种楼叫 应该是叫 我记得没错叫绿地中心 它应该是华中地区最高的楼 应该是有120多层 可能很快就要造好 应该是20 再过两年可能会完全造好 这样投入使用 那个城市的楼是越造越高 那整个中国 中国的高楼已经占到全球是最多的 像武汉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 它的GDP应该目前来说 已经是进入中国的前十名 它目标也是作为一个 一个特大城市在发展 也会希望建设在华中地区的 一个经济中心 金融中心 是不是 在经济上是有比较好的表现 但是这种表现的背后 楼越造的越高 越来越漂亮 城市好像你地铁修的四通八达 越来越方便的背后 这种城市的下水道 没有人关心 因为看不见 因为我们走在路上 看到的是漂亮的马路 然后可能绿化还看得到 对不对 比如说去武汉那个江滩去看看 那个公园也很漂亮 确实修得不错 但是整个 城市的下水道工程 作为看不到的 那作为政府 政府官员也好 它的政绩是考量不到的地方 非常非常糟糕 可以说是越来越糟糕 我们讲今年 这个雨季过了之后 如果武汉平安度过这样的一个 一个美雨季节也好 明年我们再看看 问题会不会存在 如果依然存在 现任了武汉市市长 或者说主管官员 会不会因此而受到惩处 辞职或者免职撤职 有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没有 我们看看 如果下同样的雨 我现在是在美国 华盛顿首都 如果了解一下 我们前段时间 这片雨下的也非常非常之大 我印象是前几天 有一天也是 几乎下了24小时的雨 一直非常非常大 也是电上黎明的 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说 有这种城市内道的现象 我们雨停了之后 太阳一出来 感觉非常清爽 交通出行没有任何影响 所以我们在想 如果说把这种责任 去推到比如说老天的身上 或者说整个气候变化的身上 应该是非常不科学的 主要责任就是你 你自己造成的 你的城市的排练系统 是完全是一塌糊涂 那中国的科技也是很发达的 现在目前来说 都觉得自己很牛啊 是不是 应该是全球GDP 都是全球第二名啊 你也是一个大国啊 我们在国际上都是一个 一个负责任的形象 一个伟光正的形象啊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 你的一场雨 都可以让你们 老百姓的生活出行 这么糟糕 生命财产 安全得不到保证 而且武汉很简单的 它不是说历史上 没有过这种这种 嫉妒或者说遭遇 我们记得在98年 那年我正在高考 那这武汉 有很多小区都被淹了 我记得我印象没错的话 我们在汉口有个小区 在汉江边上 它的那个水 应该是到了膝盖这样子 这样的一个深度 淹了很久 慢慢才退下去 那现在这一幕又要重演 那有人说 今年可能会超过98年 这样的程度 但不管怎么说 这些年过去 98年到现在2016年 都是多少年过去了 对不对 都16年过去了 你整个城市 有没有积极的变化 整个下水道建设 有没有提升呢 我们讲比如说 在美国华盛顿 大家觉得可能很遥远 那甚至在美国 在很多西方城市 它的建设里面 它的下水道 不光人可以进去 走路都畅通无阻 甚至开车都能进去 大家从西方的那种 好莱坞的电影里面 就可以看到很多 下水道的场景 对不对 那中国下水道 你知道是怎么样吗 我没有看到 我也不知道 但是只知道 很容易被堵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一场雨 你都解决不了的话 你如何践行这种 社会主义价值观 去实现你的中国梦 我觉得 这个是 非常让公众感到愤怒的事情 我觉得 你作为地方政府的 一个行政署长 你必须得立实这个责任 你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 我觉得我们一千万武汉市民也好 或者说 十几位公众也好 都希望中国各级政府 能把这个问题能解决 做自己该做的 那除了下水道的问题 那有没有其他的方面 可以改进的呢 或者说 像武汉 我看到有些政府官员出来讲话 他说 整个武汉的地势很低 然后 下水道系统的设计 那个标准也是偏低的 所以会造成 这样的一个城市内道的局面 外行听起来 或者说外地人听起来 可能觉得 可能有一定合理之处 情有可原 但是 我之前也提到了 武汉叫做百湖之城 以前有166个内湖 现在 100个湖都不见了 而且现在存在的湖 它的湖面 整个湖水的面积 也被之前大幅下降 有的甚至可能 不到一半 三分之一 大家知道武汉在武昌有个 很有名的一个居民聚载区 叫南湖社区 南湖小区 我自己 我的房子就在南湖 那住在南湖人都知道 每次下雨天 你出来的时候 几个出口 几个寒冬那里 很容易积水 是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 那这次来说 就更不用说了 根本就出不去 整个 如果是看那个 网友传出来画面以外 那些寒冬几乎全部被淹了 这么多的湖面消失 本来这些内湖 差在城市的低洼的地带 这些自然原因 形成了这些湖 在下暴雨的时候 暴雨季节 它就形成了一个 蓄水的功能 泄洪的功能 对不对 很好的一个事情 你不光是你全球的气候变化 你下水道建设是很烂 对不对 你把整个 可以蓄水的这些湖 你人工去把那湖都填了 你现在南湖 现在很多小区 住宅区 之前都是湖面的 等于是把整个湖 一个湖都填了 很多这种事情 在武汉发生的事 非常非常之多 这背后谁在操作 那有人说 开发商 开发商为了盖房子 去把那湖面填了 希望开发商背这个黑锅 我觉得对开发商 是很不公平的 大家知道 我觉得网友会 调出来一个数据 武汉有个沙湖 沙湖附近的一块地 一某地拍出来价格是多少 2200万人民币 一某地的拍卖价 你看看这么高的拍卖价 这个背后 可以想到地方政府 它有多大的一个利益的驱动 它去 人工去 不计后果的 就把这湖填掉 那这些年 大家知道 整个武汉 最近十年 这个房地产发展非常之快 整个城市建设非常之快 基础设施也变得越来越好 我们都承认 那地方政府需要钱 除了税收之外 财政输入之外 很大一部分 维持这个政府在运转 它需要卖地的输入 来美补这个亏空 那地从哪里来 那武汉除了 无限的向租边扩大之外 我觉得 这种人工填壶造地 卖地 这种罪魁祸首 应该是武汉市政府 这个责任武汉市政府 得承担 那可能 这种事情也不是一届政府 比如说现在 现在之前的市长 现在市委书记要软存发 他不是他一个人责任 是历届政府 应该说最近 我们讲最近50年 慢慢的消失 但是 田湖 田湖造地 这种最厉害的 可能是最近20年左右 应该说历届的 武汉的 主要的行政官员 都没有真的为老百姓着想 都只是关注短期利益 你像这次一下子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你是卖地赚到钱了 你是拿到短期的钱了 但是这种损失最后还是要 全体公众来承担 这种包括这种 生命的财产的损失 你是没法承担的 那武汉为什么暴雨成灾 除了这种 气候变化之外 你城市下水道 代表整个城市的良心 你市场要不要去解决 你愧不愧对自己良心 你能不能给出一个时间表 何时解决问题 第二个 你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这种田湖 田湖运动 何时停止 能不能停止 未来要不要 就好像之前 很多生态保护的替根环令一样 要不要让武汉恢复原来的风采 让更多的湖面出现在公众的面前 来去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会持续关注 这是红烙灾害 这是暴雨清晰 关注武汉 也希望武汉 能够挺住这次 洪灾 我相信武汉市民是 非常非常坚强和乐观的 包括这次可能 中央政府也好 地方政府也好 确实是出动了武警的部队 然后去抗洪救灾 我们不能每次暴雨来的时候 洪灾来的时候 让这些战士 冲在第一线 他们也是 非常非常辛苦 而且也是非常非常危险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提前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呢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比如说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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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